昨天會咳出那種不明的那種 黃黃的那種 就很像 長得很像海參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裡面身體怎麼了欸 就是那種 呼吸道啊 知識管裡面不知道淤積了什麼 真的 就是大家要小心把肉生死 等了幾年了 三年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啊 嗯 可能不夠紅 欸 沒有啦 開玩笑 不是啦 這三年就是 一個是我覺得一個 沒辦法 就全世界人都遇到的一個 最大的阻攔的原因 就是因為疫情啊 然後加上又有那個演員的身分 所以其實這三年我也是拍了 拍了一部長劇 然後發了一張專輯 也是滿充實的啦 只是以歌手來說 底下是有點準 所以顧不得新冠的後遺症 曾沛茲出關後 就急著站出來唱給大家聽 多想變成最慷慨的人 就連告別我都不吝嗇 不知有某種身份 消耗著 僅有的自尊 盡力了 我盡力了 我覺得你已經真的平老命了 對 他那個有一個鼻音就是要攔阻我 然後我的胸口的彈就是一直想要衝上來 你確診之後有什麼傷心 有 我覺得我反應變好慢 就是我的腦 就是腦 有一點那個進水的感覺 但我口控制不可能 那確診當下 一定要問一下你的 先生 我的摯愛怎麼了 我確診的時候 我老公不在我身邊 對 我想到了 我過了大概九天的尾單身 因為他就是真的逃過一劫啦 他剛好在我確診前一天 他去綠島了 他本來就安排好的行程 我們是對他真的很討厭 我覺得 你怎麼能夠確保說他在外島 沒有 這就是跟一個人做人的那個自信度有關 我就覺得 不會有人贏過我啊 我從結婚到現在沒有看過他手機 但是我有他手機密碼 厲害了吧 哇 你都不要很放心欸 我 我覺得不要看比較好 怕你知道太多 對 後悔 你超感情 連親身都半年比較多 對 你到現在 你這半年來 你們後悔過 你們後悔過 一定有 後悔過 沒有 我先問你不要要怎麼下 我不知道我婆婆看到 有啦 好 吵架的時候的確會覺得說 哦唷就是原來婚姻是這樣 就是跟我想的 的確有跟我想的 不一樣的時候 但是真的沒有去開口跟他說就是 找到的不會啊 但是曾經起心動念會覺得 單身還比較 一個人多方便 對 曾經有啊當然有 我們確診的時候有吵架 然後我內心真的是覺得發燒已經在那個了嘛 體內已經在burning了 然後呢吵架的時候又覺得 哦天啊 為什麼就是我在確診的時候遇到這個事情 因為你發燒很不舒服 然後就會很希望對方給你比平常更多 可是他可能 他就在深淺啊 他就背著氣瓶在水底下 幾公尺的地方 他怎麼會發現手機有響呢 所以我就因為這個事情跟他發脾氣 他就是去那個 那種無人的海邊 他去撿貝殼撿了好像一個小時吧 然後為了要撿I love you的形狀給我 而且他還拍紀錄片 他還拍他去 從他的腳啊 然後要經過草叢 然後到達那個 然後就影片裡面說 哦老婆我愛你這樣子 我整個融化啊 我就跟他說對不起是我的錯 我融化到不行 馬上退高 那那麼情趣那肚皮呢 還沒有欸 你上前幾個會說今年都不會嗎 我覺得今年真的 真的 他比我還嚴格執行 今年先不要有小孩了 要不要敲敲他肚皮 我上次不是有敲給大家看了嗎 球 這個沒有 我們不想要殺身嗎 真的沒有 我們不想要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